在 在地的雪潤饼前进新竹县 这是陶竹竹苗区域治理平台首长会议的现场 首长在台上开会 台下也摆设了许多摊位 这些都是四仙式在地的特产 新竹市也带来许多新竹好物与大家分享 新竹县作为主人也趁机行销在地农特产 让大家知道新竹不是美食沙漠 今天是我们陶竹竹苗首长的第二次会议 那在今天的会议呢 我们也特别带来了我们的新竹的好物 那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就是我们的水润饼 那以及我们就是新竹九江峰所产的乌鱼籽 那今天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新竹除了有好风好水之外呢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美食 所以新竹市呢绝对不是一个美食的沙漠 那我们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一次我们陶竹竹苗的区域平台的一个会议里面 介绍各个县市的一个区域特产品 那在我们新竹县的部分呢 那当然我们新竹县有个新竹良品 线上好礼 就是针对我们新竹县里面都有创意 还有特色跟设计的部分 还有包装 再展现给各位其他县市的一个朋友 来了解一下我们新竹县的一个特色产品 当然这个每一个设计产品 都有包含了一些相关的历史的一个故事 那也不妨各位乡亲朋友 或者是我们邻近县市的朋友 都能来我们新竹县里面 来品尝我们的一个农特产品 跟我们的美食 桃园市跟苗栗县 更是带来了当地十大伴首领 区域治理平台 成为各县市最好的城市行销场地 也让大家看到各地方最有特色的物产 那我们特别带来了桃园的十大伴首领 那我们桃园十大伴首领 其实已经有八年的历史 那在这八年当中 我们选出了这个非常多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伴首领 那这些都是我们精选出来的 那希望在今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 我们也带来很精美的这个行路 给大家做参考 猫犁很多人不晓得 猫犁是不是苗栗的旧城 是的 它是一个道卡斯族 原住民的一个旧城 对苗栗地名的旧城 我们今天带来了 像我们古茶油 山干茶 东方美人茶 还有我们一些蓝蓝所制成的 一些文创的商品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苗栗 来体验好吃好玩 好人情的苗栗 区域治理平台将四线市串联起来 借由多方面的资源分享与互助 带动区域的发展 台上精彩的会议 与台下丰富的物产 让人相当期待 未来整体区域的发展 凯破新竹陈洛依侯采访报道 费用 费用 区域治理ниц